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帆 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這大概是近期訓練模式的第二支影片 應該暫時應該是沒有下一支的啦 來我們就只是來給他看一下 那傳說中的999 combo到1000 combo 他的秒傷會到多少 或是說只是爽一下而已 對可以看到我現在是有用一些腳本來加快我丟骰跟召喚骰子的速度啦 對我就不做其他的盒骰或是等說把我的組合拉到最大值 那個的話就是要去玩說我組合骰可以打到第幾回合 然後才會被王給走進去 不過我覺得應該蠻快的啦 那既然可以玩到無限遠 然後我想要又要開直播的情況下 那當然就要來搞一下自己一個人在私底下搞會很痛苦很無聊的事情吧 對就是999 combo 那我這邊講一下我們那個時候合到999 combo 我就已經花了將近一個小時又40分鐘左右了 天吶 所以如果今天要變成9999 combo的話 它乘以10倍至少至少要14個小時以上 如果是用這種玩法的話 不只喔因為到後面的錢會越來越多 我連點的錢的速度要越來越貴 可能會花的時間會再多一點點 我覺得至少16、17個小時應該是跑不掉啦 999 combo 不過那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真的會太花時間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想 有請了一位觀眾他又寫了一個自動核散 看有沒有機會之後再用副頻道來掛台就對了 好來吧那也是想想而已啦 我之前說要掛然後掛到最後他就改掉了嘛對不對 之前也說無限礦山想要一直掛下去 結果沒有掛不到幾次就沒了 好吧來吧我們就給他看到底吧 那我們在第二回合的時候就給他拉到了22 combo啦 那這個玩法我盡量都用1速啦 因為畢竟直播的話我就不用到0.5倍速了 如果真的要搞的話應該要0.5倍速 然後這樣去拉的話或許會更好 就什麼樣的combo速會在哪裡 但是如果要真正比起來的話應該還是不能用1倍速啦 不能用1倍速啦不能用0.5倍速 這樣玩起來的話感覺很像也是玩爽的而已 所以完全應該要按照正常在PK的狀況去打才可以 我也不知道他的回合數到底跟PK的回合數到底有沒有關係耶 對啊感覺很像沒有又很像有這麼一點點的關係一樣 可是就也不知道他等級會不會影響說他出王的順序 而且他出王也不給改王就對了 對啊如果他王可以改的話多多少少才才可以好歪念 不然的話他的訓練模式真的就只是訓練模式而已 不然的話應該叫做創造模式才對 好啦就現在這段而言的話可能不知道要幹嘛 只能等星骰之後再出會比較好測試就對了 就不一定要在PVP測試也必要在PVP1測試 這裡人就基本上可以先玩一些了 OK好來吧這裡就結束了 我們就直接拉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因為畢竟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啦 好那我這邊給他挑到第10回合看一下 我們的combo數是來到了165combo 因為畢竟這combo是無限往上疊加的 但是可以發現今天很可怕的事情 我在165combo的情況下 我的最大傷害打下去可以到了112萬 但是小兵的血量有144萬 所以說如果我今天只有單純combo骰的話 我到這裡很有可能就已經不能秒殺 然後怪物如果又來得很快的話 如果對面又是日月的話 我基本上是已經量掉了 因為我不是配主月啦 如果是主月的話我傷害會在這張70% 會變成200% 然後如果我有七星的話其實秒殺應該是夠的 可以看到就算我今天是無限前的情況下 我的傷害應該已經是非常突破當時正常玩法的combo數喔 因為我現在已經召喚到5000多塊了 正常情況應該是不可能召喚到這個數量 所有combo數已經是正常超前 只是我的心數可能會沒有讓時間那麼高 但是我已經沒有辦法把怪給秒掉了 雖然說我的心數真的很少啦 真的很少真的很少 我的顆數真的很少 但是那個感覺起來很像真的不行 對我自己這麼覺得 因為畢竟沒有實際上打到這個地方過 也不是靠前打上來的 完全都是靠無敵模式跟增加SP的部分 來我們就直接跳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剛好可以來看一個東西 現在已經到了999康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秒傷距離位置到底有沒有差別 現在在非常非常近的情況下 我們的DPS呢 總共是到了3900、3800萬 不過是因為有暴擊 那其實這個DPS也不生存 因為有沒有暴擊實在差太多了 對但是能感受到 對你看到現在都完全沒暴擊 可是暴傷就會一直往下掉 可是一個暴擊上去又給他拉上去 我就一直乖乖打很久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的DPS不太準 對除非我今天的暴傷都很高 應該要配著月亮配著暴擊 他才可以真正的去測出DPS 以現在而言他DPS太 不是他的暴率太低了 完全測不出來 不過可以看到剛剛的最高是有到四百 四千多萬吧 對四千多萬應該按照我的最大傷害吧 我最大傷害暴擊上去有到四千多萬 然後我的DPS呢 現在是有三千多萬 打王打小兵的情況下 不過這個時候真的是不太準 不能準 因為你只要我要找暴擊就殺死一隻 沒暴擊的話就沒有 所以如果真的要最大暴擊的話 應該是配死亡骰子吧 死亡骰子們一直都是秒殺的 哇那證明了啦 對如果今天單純是要測骰子的DPS的話 這個倒是不管用 因為每個人的暴擊率太高了 暴傷太高 可是暴率太低 就跟隔壁的RO測秒傷一樣嘛 如果今天你的暴率不高的話 可能那個會飄的幅度會太大 對會太大 來我們就給他看到底吧 我們要來測一下咱們的一千康了 現在普攻是五百九十九萬啊 當我們到一千康的之後呢 普攻是給他來到了六百萬 這傷害整整加了十二萬耶 剛剛是五百九十九萬四千多 欸一萬二而已啊 沒有到十二萬 一萬二一萬二 所以我們這樣打下去 我們的秒傷是來到 欸其實看不出來 真的看不出來秒傷 真的看不出來 真的看不出來 可是暴擊是來到四千一百二十萬啊 可以看到上面的最大傷害 這個就沒有錯了 也不會因為能量的加錢 而去改變我的最大傷害跟DPS 但是他的DPS這邊確實普遍有上升啊 剛剛幾乎都在四千萬以下 現在平均都在四千萬以上 不過這也有可能是因為暴率偏高的問題 如果剛剛的九百九十九康的情況下 暴率也是很高的話 應該也會給他到 要多少 團王節 到四千萬以上 但是剛剛盆暴率比較高一點 所以四千萬以上是普遍 好啦那這個時候我就準備要把咱們的那個 無敵給他關掉啊 就再看一下 我基本上可以打死怪物啊 可是就一樣 跟一般玩法一樣 只要有暴擊才有辦法 沒有暴擊的話 幾乎連一隻怪都打不死 六十八回合 這邊已經玩到了一個半小時 所以以前的七日七月是真的可以到這個地步嗎 我記得他們很像也是可以打到兩三個小時 然後最早最早以前的組合搭配轉移 然後轉移有BUG的時候也是可以到千康的 不過我現在在前無限的情況下到一千康竟然要花掉一個半小時 那如果在前有限的情況下 可是你用最大的CP去合combo的話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都打到四個小時以上吧 那個組合 然後關卡雖然要四五百關 是活生生的四五百關耶 真真真正的四五百關 這就太誇張了 好啦那現在到了第六十八回合 幾乎已經打不死一隻怪 我大概只打死一隻怪而已 把後面的每一隻怪都衝進去了 然後接下來又來的是我們的魔術師 那這個時候就涼掉了 因為我沒辦法秒掉他 他又會把我給他炸掉 OK就直接崩掉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因為畢竟沒東西了 對沒東西了 我再測上去的話 也只是去把怪物給他拉出來 然後怪物的血量 王的血量應該還沒到那傳說中的二十一億 這個血量應該是七十 欸一條而已 一條是七十八十四億 所以我還是說魔術師是可以突破上限的 好接下來又來了一個蛇怪 不過這邊已經沒有什麼用了 我們就看一下小兵的血量吧 小兵的數字現在是九位數 九位數的話是三億六千多萬 有啊他還沒有到那個頂點就對了二十一億 不過小兵血量是會超酷的 上一支影片借我講過 OK好啦我們就封了 第六十九回合最大傷害 來到了四千一百二十萬 然後我就這樣花了一個多小時在那邊合 combo 閃 重點是還有大家一起陪我 嗯OK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要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